可以往前一點 你要往前一點 民宅二樓竄出濃煙 消防護報道場布水線要進去灌救 附近民眾也趕緊把停在巷口的機車移走 救揮廚 20分鐘後火是撲滅 但附近住戶都嚇壞 因為燒起來的是每天都在使用的冷氣 窗型冷氣被燒得焦黑 就連一旁鐵窗的遮雨棚和窗戶 都有明顯灰損 還在不斷滴水 起火的就是天母熱鬥民宅二樓的窗型冷氣 由於今天是禮拜六 許多民眾都還在睡夢中 被火災驚醒 趕緊逃生 住在起火戶的母女逃出來後 坐在一樓驚魂未定 頭髮 衣服也有燒焦痕跡不斷咳嗽 更私底下透露才剛搬來不久就出狀況 我聽到有時候會修處啊 因為我是住在對面 然後我一看 它外面煙都已經很多的煙了 我下來看嘛 看我兒子他們有沒有趕快跑下來 怕 我們後面看 看了怎麼煙這麼大 天氣熱 冷氣使用率大增 專家分析冷氣吹整碗不是起火主因 你吹整個晚上燒起來的機率很低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安全的開關的那個保護 那大部分的話就是老鼠或是蟑螂 去咬破電線或是有小鳥去煮那個鳥巢 那因為發熱燒起來的機率比較高 另外如果巷子狹窄無法散熱 有可能會跳電 但不至於起火 不過專家建議家中的冷氣最好每一兩年 保養一次把意外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東三新聞 丁英文 李宇全 蔡宇全在台北採訪報導